第二季季報進入密集公告期 接下來的行情的話會有 高檔個股有修正的壓力 然後低檔拉回首穩的個股的話會有好買點 這樣一個現象 今天我有很多檔個股來做範例 請看今天的盤後解盤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2020年7月29號星期三 得仁者無敵 我是某種證券投股分析師陳坤仁 各位投資朋友我們直接來看一下今天的行情 今天行情的話是下跌了45點 今天收在12540點 的這個部分 那如果今天的成交量來說的話是萎縮到了 只有2180億元 那經濟行情 我覺得應該叫做是一句話叫做是 總算開始 比較可以漸漸恢復一個常態性的 不過 台積電的影響依然是有的 因為昨天跟前天的台積電跟聯電 因為連續創下了 連續漲停 就一度漲停跟漲停鎖死這樣一個歷史的紀錄 所以 短線上面的影響還是有 所以 簡單看一下今天台積電 那今天的話還是下跌了13元 那如果以我們 之前交給大家的1元可以換算成8點左右來說的話 其實今天的台積電 還是貢獻了大概 價錢指數有下跌了大概接近100點的這樣子一個 一個水準 所以如果你把 台積電還原回去了來說的話 其實今天的大盤應該算是上漲大概50點左右 那今天大盤上漲50點 然後貴買指數的話 今天也恢復正常 就是 來今天貴買指數的話 今天也上漲了 1.17% 所以今天算是一個反彈行情的一個開始 那至於後續的行情要怎麼樣看呢 我們就繼續來講下去 然後講下去之前呢還是提醒大家 我是成貴人的分析師 那你現在在收看的是我的YouTube頻道 那你在我的頻道裡面的話你不會看到 亂槍打鳥 你也不會看到我說你跟那個漲體都是我的 我會告訴你很多很多的數據 然後用數據來分析行情 這是我覺得是應該要做的 那如果可以的話就是 配合的交易策略 交易的實戰 還有一些交易的 心得分享給大家 所以請你務必訂閱按讚 然後分享我的頻道 你可以加開小鈴鐺 第一時間可以收到我的影片推播 當然如果你覺得我的影片不錯 那你就記得幫我按讚 然後YouTube的部分是這樣子 那另外的話像是Telegram還有Line的官方帳號也跟大家來做分享一下 在我的YouTube之外呢 Telegram還有Line官方帳號裡面有很多很多豐富的資訊 所以也請務必要做 來做加入 的這樣子一個 動作 然後 另外的話呢 在我的Telegram裡面的話也會有很多很多的工具的分享 我等一下也會跟大家說 之後我會分享什麼 所以請你務必來做加入 那回到 行情面的部分 那行情的部分來說的話 我剛剛前面有講的 就是今天算是一個上漲 50點左右的這樣一個行情 我不是在自我安慰 我只是說這樣目前的行情 總算恢復比較屬於一個 類股輪動的一個正常的一個狀況 所以中小型的指數來說的話也反彈了 那所以其實就我 昨天跟大家來說的就是說 因為昨天以前的這幾天的資金 是比較明顯 集中在電子全值 尤其是台積電和聯發科的身上的 所以你就壓抑了其他的個股的表現 可是我當行情或者當資金 恢復到類股輪動的時候啊 那這個 這個行情就漸漸的恢復成一個正常的狀態 所以甚至你可以看到像今天的大盤的 上漲加速跟下跌加速來說的話 今天上漲有837加 雖然今天大盤是跌的喔 然後可是如果就下跌來說的話 只有208加 你會發現這個跟昨天跟前天其實是大大不相同的 因為如果你還記得的話其實在昨天 和前天來說的話 其實大盤跟貴買 加起來竟然有 1500加 在做下跌 另外的話貴買你看 今天也是一樣 上漲了724加 然後呢下跌的話只有173加 所以 目前看起來的話就是恢復一個比較正常的一個狀態 那順便再補充一下 如果你要問我現在目前的行情喔 我直接切大盤加速給你看 昨天的這個 高檔 然後我用 爆量來說好了 因為他真的是創下歷史的大量 爆量黑K 的這樣子一個現象啊 是台積電造成的 所以在台積電 沒有辦法再創新高 或者是說台積電 就準備要在這邊去做一個 所謂一個震盪的行情的時候啊 那 他就會壓抑 目前的一個大盤加速指數 就在這邊去做一個震盪的整理 那不過我也說一句話 如果大盤能夠在這邊來做震盪整理的話 其實對於 後續的一個盤勢 是更加健康 的這樣子一個說法是沒有改變的 甚至我在 其實我在6月的時候 6月11號的時候啊 這裡有講過 我把它縮小一點給你看 在創高之後的一個 大量黑K 之後 如果可以整理 那整理個十幾天之後 再創高 就是對行情一個很好的一個現象 然後7月7號這一次也是一樣 7月7號這一次一樣也是一樣高檔 在創高之後有一個大量的黑K 然後如果能夠整理之後 對後續的行情是更加健康 那甚至是這一次也是一樣 而且這一次啊叫做是創下了歷史新高 的指數 所以在創下歷史新高的指數來說的話 那又發生了一個爆量的一個現象 那如果一樣 可以在這邊去做一個震盪整理的話 那整理的越久 對後續的凡事就會更加的健康 這都是一樣的說法 因為技術分析 標準版的技術分析 就是這樣來做解析的 所以繼續講下去 那為什麼 你會說 那大人哥你哪來的信心啊 你哪來可以每一次都說這樣子 整理過後會更加健康 所以 我簡單的再補充一下就是現在目前的一個 技術面之外的 資金面給大家 因為昨天也講這句話 就是在 昨天的台幣 那也就又再創下了一個 匯率的一個最高的一個部分 那昨天的話是 盤中一度到29.23 那這個是下引線依然是我們的央行在做一個 資金的調控 所以 我們就看盤中最高價 你就可以知道這個升值的趨勢又開始了 所以這樣狀況來說的話其實這個資金的角度是 國內的資金角度來說是很OK的 甚至在美股那邊 美國那邊的新一輪的這樣一個紓困的 一兆美元的紓困案啊 那兩黨目前也正在戳 戳上的戳 不是在那個政治在角力的戳 因為再怎麼樣呢 我相信這兩黨應該是 不敢 讓 這個新一輪的資金的紓困案 那 不過的一個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 包含了台灣 包含了美國 甚至包含了全球 這個資金的這樣的一個輪動 或者資金的這個政策面 是持續依然在 益住這個市場的 所以我才敢跟大家這樣大聲說 就是 在技術面角度 或者就資金面角度來說的話 其實都是叫做是 不予匱乏 的一個資金 帶來一個 持續 能夠在震盪 走高 的這樣的一個股市 那至於什麼時候會結束呢 我相信 應該如果 真的後續的資金 沒有辦法在持續 益住的時候 我會提醒大家 假設如果真的有那麼一天來臨的時候 我會提醒大家 就是留意高檔風險的一個 這樣的狀況 所以這個就是 在行情的一個說法 跟行情的解析面的部分 所以 就目前為止的一個 大盤 那我們就持續看 震盪偏多來看待 然後另外我剛剛說要補充 忘記補充 就是如果我們看現在目前的台積電 你看喔 這昨天的台積電 你會發現 怎麼昨天的 這是昨天的那個高檔的那個黑K 因為昨天我們在 盤後解盤的時候 並沒有看到 三大法蘭的一個現象 那昨天的台積電 你會看到 外資怎麼突然又轉為 小幅的賣超了 而且投信也轉為小幅的賣超了 可是竟然可以 爆下了17萬張的 這樣子一個 大量 那這個是誰買的 我這邊有看一下盤後的數據 我在這邊再 做一個特別的補充 就是 其實昨天啊 看到的叫做是 外資 的 多空交戰 所以昨天的台積電的這一根大量啊 其實是 很多的外資去做買進 跟很多外資去做賣超的 這樣的狀況 所以既然發生這樣的狀況之後啊 我認為 這邊的台積電就要先稍微做一些 整理了 不過如果長線來說的話 整理過後 假設他如果能夠再 再創高的時候啊 那個就會是另外一個 新的台積電的一個大漲的一個開始 那這個可能要需要花多一點點時間 再來等待他的一個 等待他一個創高 所以為什麼這樣子 台股來說的話也需要多一些些的時間 再來去做一個整理 那這個都是相互對應 的一個部分喔 那行情講完了 然後今天要講個股的部分 就我今天看報紙的時候啊 那 我就有一個想法 就是我今天要把 今天報紙上面 有公告財報的 就通通告訴你 那我要印證什麼呢 就是我要印證 最近我告訴你的一句話 叫做是 時間已經到了 7月底8月初 即將要公告財報了 而且是現在這個時間點 叫做是財報的密集的公告期 那你會發現很多的個股啊 如果在高檔 的這樣一個狀況的時候啊 那就會有 公告財報之後 那只要是利多都反映了 那你就會看到個股就開始修正 然後個股就開始下跌 所以我才會不斷的在最近這幾天有提醒大家 你務必務必 要在這個時間點你去檢視一下你現在目前手上的持股的狀況 去調整一下現在目前的一個持股如果還在高檔的 或者甚至像是就是 評價已經過高那種利多已經充分反映的這些相關的個股來說的話 其實可能要先獲利了結一趟 或者調整一下 到下半年可以趨勢成長的相關的個股 那 有圖有真相 我們就來看一下今天的相關的個股的狀況 那我不是用挑出股票來跟大家講的喔 我是直接用報紙上面的 一頁一頁每一頁上面的相關的個股就給你看一下 他的狀況 來比方說這是工商的 那個證券頭版 那這邊有兩檔個股 來第一個是 穩帽 3105的穩帽 還有6213的連貌 那他們在講什麼呢 有沒有看到很漂亮喔 穩帽 上半年H1 每股 賺7.7元 創下同期最佳 然後呢 連貌 Q2 也是一樣 每股盈餘2.6元 單季新高 你會發現 這財報都很讚耶 然後他甚至裡面也有寫到就是 唸幾句話給你聽喔 那包含了像是他有講到說上半年的EPS達7.7元 創 創歷年的同期最佳 然後展望 第三季的話就是大概還是會有 計增中個位數的一個成長 然後另外的話呢 他有講說 那 那其實對於5G來說的話 佔整體營收的 比重達到25%以上 的這樣的一個看法 這是3105的穩帽 然後連貌也是一樣類似這樣的狀況 他也是講5G 然後他也是講成長 不過他有講到的一句話叫做是 在這邊有講說是第2季 伺服器第2季很強 然後第3季的話是高檔 然後可是呢 在 一些 宅經濟 或者像電競相關的財品 和繪圖卡的第3季的需求 不錯 然後有一個叫做是在 這裡 但是有一個包含像是一些客戶端的一個PCB的一個設計稍微改變 然後預期8月 就是短期需求稍微稍弱一些些 然後8月下旬的話開始恢復復蘇 那 講到這裡你會發現一個現象叫做是我們之前說的 在Q2的時候 大家都說自己都很好 而且股價也確實都很好很好去反應了 然後也都漲了一大段了 可是我這個時間點叫做是 對於 第3季啊 有一些些的一些 成長性 來 有一些些的一個保守的一個看法的時候 我們就直接來看個股的表現給你看 來 來 今天的穩帽 就直接昨天 高檔 收一個 當然這個算是一個上下影線都有了 可是我今天來說的話就直接跌4.64%給你看 可是它不是創歷史新高嗎 它不是創同期新高嗎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狀況發生呢 那你就可以看一下 其實穩帽啊 它也是從234塊 今年5月喔 一路漲漲漲漲漲到7月的最高點的359塊的 那假設如果用我們目前法人 就是法人一個合理的一個評價來說的話 他現在目前本益比啊 其實也大概20倍 那20倍其實說貴不貴 但是也終究還是比較不便宜的一個狀況發生 所以他在公佈財報的時候啊 就給你一個4% 不到半根停板的這樣子一個下跌的一個修正 那這兩天的話下跌幅度也算有 不過如果有一個比較屬於拉回手穩之後啊 我認為文貌還是一樣可以值得留意的一個對象 那終究呢我覺得他還是蠻厲害的 因為他還是全球最大 這算也算是台灣之光啦 就是在全球最大的生化甲的一個晶圓代工廠 這個我覺得一定要肯定的 而且他受惠去美化的這個成長來說的話 其實依然是一個成長動能相對強勁的 只是他的一個位置 還是在相對高檔的一個比較大的一個問題 那另外連貌也是一樣的同樣的狀況 你看他今天也是 他昨天也是先跌了 跌了6%今天再跌2.9% 然後兩天就跌了10% 那原因就是因為 相對高檔的這樣的一個現象發生 那繼續有圖有真相 我不要用挑出來跟你講的 我就直接給你看整版的這個新聞 裡面哪一檔股票有講我就拿出來給你看 繼續看下一個 來 Q2的時候加登獲利要增 然後計增10倍 那每股盡利的話是1.66元 那講這檔的時候我等下會講另外一檔給你看 然後這個就做一個操作上面的一個觀念的分享 然後這邊有一個易龍 那易龍的話 Q3營收會持續創高 然後甚至還有講說 他這邊有講說那個 這裡放大給你看 他這裡有講說 順利改寫歷史是高 Q2的部分 每股金利是3.15元 然後這邊來說的話其實就是 有一個比較樂觀的一個看法 那不過呢 股價表現來我們直接看易龍 今天一樣就是有一個創高的拉回 當然他這個拉回的幅度不算深 那今天只小跌了1.99% 那原因是因為我相信還是一樣的 屬於相對高檔的一個狀況 那相對高檔的時候啊 個股就會先 就算有一個很不錯的財報 就算有一個不錯的展望 他可能還是要稍微先休息一下下 在那邊 然後呢 如果股價在相對低檔 或者是已經修正完畢之後 再來公佈財報的話 你就會看到3680的加登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加登啊 你看像加登他是從今年的3月開始 就從89塊一路飆漲到339 那這個倍數是多少 我就不直接換算了 然後可是你看他是39的時候啊 他已經有一個明確的拉回的收穩 叫做是拉回收穩到270塊附近 好 那這個其實如果換算幅度的話 也有大概回檔了兩層左右的 這樣一個空間 所以在他這樣的回檔過後啊 其實我相信應該還是蠻多人 認為他的一個成長性 尤其他又是台積電的供應鏈的 那個很重要的一個 那個光照的EUV的部分 所以在這樣狀況來說的時候啊 他就會有一個合理的一個評價 可能就在這邊出現出來 所以你在公告財報之後 那自然就會有一些買盤 再次進駐他 然後這個是 假設如果有一些相對高檔的個股 沒有做修正過後的 那只要公告財報 那可能就會面臨一個短線的修正 可是如果是已經修正完畢了 可是公告財報是一個還不錯 成長性還蠻足夠的一個財報的時候啊 你就會看到資金就開始有 似乎有一些些的溢注的一個這樣的現象 所以這個是目前要提醒大家 務必務必 再次看一下你現在手上個股的一個 相對高位階或者是已經回檔過後 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這樣的一個 提醒喔 那 講到這裡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 前陣子我不是有分享這個台積電的那個 供應鏈的那個完整版這個部分啊 有一個有投資朋友今天問我說 欸大人哥你怎麼少漏一檔 那個愛普 6531的愛普 今天漲停耶 來 給大家看一下 哇今天漲停喔 而且他也是拉回之後 跌破月線 然後在這邊 那他是從565跌回檔到348.8 大概350塊左右 這個大概回檔了三層的空間 然後今天又漲停了 那就問我說這個不是台灣台積電嗎 我覺得 應該這樣說 我講的叫做是台積電的供應鏈 那愛普來說的話 我很老實的說 他就是台積電的叫做是概念股 那我不知道 或者是說那個 愛普啊他到底是不是有那個出貨 就是有沒有幫 有沒有幫台積電去做相關的IC設計的這個 SIP的部分 那 那 這只能說叫做是朦朧美啦 就是 不要說他有或沒有 就說他 這個叫做台積電的概念股就好了 那否則的話呢 就是說如果真的看到他 哪一天 就是公佈出來他不是的時候啊 那個真的是有點像 醜媳婦要見公婆了 因為你看喔 他這種獲利 0.49然後0.37 0.23這個 能夠支撐他到410元的價位來說嘛 我覺得就我會稍微相對保守一點點 那我覺得只能講到這邊 因為講的太多好像就那個 可能好像他在喊空愛普之類的 所以我並沒有這樣做 我只是講說 那個 供應鏈 跟 所謂的概念股 的這樣的一個差異 那這個是稍微提醒大家一下 所以 但至少他還是守穩的一個狀況 那繼續講下去喔 回到報紙 主檔來看一下 來 我們剛剛看了幾檔 穩帽因為沒有修正 所以今天修正給你看 然後連帽也是一樣 今天修正給你看 那加登呢修正過後之後 今天就開始有一個反彈的行情 那翼龍呢還沒有修正 所以他就修正給你看 繼續往下看 來雅德克 1590的雅德克 欸 當然一個 雅德克今天還創歷史新高啊 那不過 今天的這樣的創高喔 如果你去追的話 一樣是追在一個短線的高點 而且他收了一個 這個有點像是爆量 然後長上引線的這樣的一個部分 所以 在這樣的狀況來說 如果你真的看到財報的利多 再去追股票的話 你就很有可能有這種現象發生 要嘛就是追在高點套牢套下來 然後甚至像這種的就是 短線的高點 那這個看起來也需要再做整理了 因為你看喔 如果把它縮小給你看 欸 他這個 這個這根量啊 大概是創下這一年多以來 的一個最大的一個大量 那這邊這個是在去年的 就在今年的1月 10號的這根大量 然後今天又再創高之後啊 又有一個套牢量的一個 短線套牢量的發生 所以這個時間點的話 可能就不再去追高這種相對的股票 然後再看幾檔就好 因為這真的都是檔檔給你看 這裡我剛剛露了一檔 中光電 來 5371的中光電 也簡單看一下 來 5371的中光電的一個狀況來說的話 你看到 他這邊有一個 因為他其實並沒有 像那些相關的個股一樣這麼高 那Q2的時候他算1.27元 所以今天的話就直接漲停給你看 所以 只要看到個股啊 是已經把所謂的利多都反應過的 而且股價都在高檔的 那這些相關的個股在公告財報的時候 請你無必特別留意一下 他的一個利多都已經反應過後的一個現象 那如果是反而來說就是已經回檔過後 或者是股價在相對低檔的 這些相關個股的時候啊 反而是可以值得你去做期待 或者是你去做留意的這些相關的部分 所以 今天的結論 來 一樣跟之前 是一模一樣的結論的 那 畫面先還給我這邊來 好 所以行情啊 我認為到這邊為止 叫做是短線高點 我覺得沒有必要跟你這邊 那個一天到晚在喊多 指數 叫做短線高點的一個現象 可是類股輪動 是現在才剛開始而已 然後而且這個時間點 我再次強調 叫做是7月底8月初 包含了第二期季報 和7月份的營收 都會在這兩個星期裡面密集的公告 所以這個時間點的公告來說的話 其實務必還是一樣看一下 目前手上的持股的狀況 那至於好股票的話 我依然會持續分享給大家 然後呢 另外的話就是還是提醒大家 務必務必加入我的 那個LINE和Telegram 那原因是因為如果當這個 財報和營收都公告過後呢 我會提供給大家一份 就是類似像之前給大家的 那個Excel檔 讓你可以去做你的持股的檢視 然後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去做一個 迎接下半年 能夠真的趨勢成長的 相關的個股跟族群 那當然再次提醒一下 就是那個下半年趨勢成長的 包含5G一樣的持續看好 然後蘋果供應鏈呢 我覺得應該也差不多 在這個時間點 有一個比較明確的回檔 然後可以迎接所謂的 就算真的有Delay的iPhone 5G 的這支旗艦機 它也應該要 陸續要來做公開了 然後像是高速運算啦 台積電相關的一個 先進製程這些供應鏈 都是值得你去做 持續做留意的 那有好股票 我依然會在我們的節目裡面 來跟大家來做分享 那這個是要 今天做最後一個結論的部分 然後也是一樣 我就是 我是成功人分析師 那 務必在我的影片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加開小鈴鐺 那以上 預祝各位投資朋友 獲利發發發 謝謝大家 謝謝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